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起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hialing.com.h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与袁大名自然疗法医生 与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和最新的发言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法律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Della好,大家好! 今天不如帮听众分享你的经验 很多时候在茶余饭后,家人有长者都会提出这个问题 英文叫做Alzheimer 译名叫做阿滋海蜜症 简单来说是脾退化症 似乎现在整体上,人军的寿命好像提升了 但是出现了这些脾退化症的患病者 又好像比较趋向年轻化了 最年轻的时候,我们听到五十多岁 五十多岁已经出现了这些问题 如果真的出现了这些问题,对于家庭的照顾 其实也有很大的负担 现在在你的临床上,可否帮听众介绍一下 例如早期的时候,最好是预防 或者早期发现到的时候 在临床上,有没有什么同类痒 可以将病人的症状 可以减弱恶化症的症状 我们最近在香港有几部电影 一个是荷里活的电影 一个是日本片 一个是港产片 都有用这个作为主题的电影 很明显,这个问题是越来越普及 越来越多人有 亦产生很大的问题 当然电影里面,很多时候都没有说什么治疗 因为事实上,在现代流行症的主流医疗里面 他们是没得医的 但问题是挺严重的 其中我亦有机会在网上看到的资料 就是说日本 日本很多情况,因为照顾老人家太辛苦了 结果他也把老人家杀了 当然自己也要去杀自己 有时候自己又死不了 又要被法官判 法官说遇到这些都是流眼泪的 怎样呢? 我看到有一对夫妇 有男的爸爸有事 结果他老婆也遇不住了 然后离开了他 他出现很多悲剧 很多 在我自己最近的临床诊所里面 都有很多这类的症状 开始比以前更多 不同程度的病人来找我 处理老人退化好痴癌 当然在我们来说 通常病人都懂得来找我们 通常都比较严重 有些轻的病人反而都是 几度去用其他方法医 但发现是完全无效的 越来越差 照顾的能力越来越没有 怎算好呢? 有些人很幸运 认识到我们 有听到我们的电台节目 懂得来找我们 我们在过去都处理了很多这类的症状 最近有一个妈妈出现这些问题 两个女儿扶她妈妈来 但发现 那个好处是 女儿都尽量不想被妈妈吃西药 因为都吃了一段时间 没有什么油和效果 所以她就开始用我们的方法 我通常都是这样的 解释给你听 在我的经验里面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类的病 我认为是有两个主大药物引有关的 其中一个就是抗胆固醇药 因为很多人都被服用抗胆固醇药 为什么我认为这可能和脑退化有关呢 因为脑的物料是胆固醇药 身体的胆固醇百分之八十是自己的肝脏 自己做出来的 不是靠食物的 而身体大部分的细胞 尤其是神经是动脑的细胞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就是胆固醇 所以你想想想 如果要用长期服药 把胆固醇减到很少很少 所以身体做脑的营养是不够的 所以很明确看到 可以萎缩 另外一个就是血压药 我们最近病人也是 妈妈吃很多血压药 很简单 把血压药上网查一下 因为网上有很多方面的资讯 其中一个叫drugs.com 你把药名查下去 它就会给你知道 应用怎样用 怎样小心服用 还有辅助用在哪里 很多时候很容易看到 很多所谓的血压药 其实的副作用 令到你的脑退化 令到你温温顿顿顿 令到你失了记忆 令到你迷茫 还有很多时候 你可以看到 这些所谓的脑退化症状 和药的副作用是直接吻合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怪不得 这不好了 因为这个问题 很多时候和服食的药物有关 在我自然医院里面 当然认为身体是食物做的 所以食物是最好的药物 我有很多营养的工具 包括很多人都听过 就是银行业 银行业会推进血液循环 也有纳斗 纳斗酥也是推动脑的血液循环 我都会用这些简单的食物 还有一些保脑的营养素 以前我用了phosphatidylcholine 最近也有很多年了 另外一个工具是phosphatidylserine 这是直接保脑很有效的 也有营养素草药 叫做Bacobameneer 甲马齿健 我只是乱读一下翻译 我读错了名字 Bacobameneer 很多时候你都会看到 这些健康产品里面 都有这类的工具 绿茶素和脂液循环 我们通常营养方面 先用营养打到底下 还有一种说法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的Alzheimer 其中有一种说法 就是牙周病 我和大家基本上 过去都提及了 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很多十年前 在德国很多牙医 本身都是西医线的 成为牙医 研究了很多牙周的问题 是导致身体很多病 所以有一种说法 就是牙齿的牙周发炎 牙周病是导致Alzheimer的 所以通常应该看到病者 应该牙都有很多问题 可能牙都没有了 已经破坏了 如果我们认同这个可能因素 当然我们如何处理牙周病 就是用姜黄粉 以前有些人懂得用朗油 用佛方法 最后我发现姜黄粉 服食效果更加明显 外用方面 我们建议病人会在健康店 买一个特别肥的牙策 这个牙策有所有手分 大肥的牙策再加碳粉 碳粉排毒是很有用的 加进去做护牙、拆牙 和牙褥的按摩 这是我们在营养方面的处理 其他方面 我记得有很多疗法疗剂 但在疗剂方面 我也要考虑很多其他症状 因为很多时候 Alzheimer的老人痴外症 其实有很多其他的症状 包括那种迷迷的 delirium 有些不同程度的delirium 亦有很多幻觉 觉得家里有人骚扰他 楼上有人搞声音 有人偷他钱 这个经常会出现这些脑退化症状 所以我们也会在所谓的幻觉方面 找一些对的疗剂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 是一种精神病 在同学疗法 有很多疗剂 有很多疗剂 是处理精神病 也有时候是狂妄症 和不同程度的记忆问题 甚至有些精神分裂病 因为有很多疗剂处理我曾经所说的 妄想的问题 精神问题 狂妄的问题 记忆的问题和精神分裂 我都会考虑出现的症状是那边帮他找疗剂 在我们的疗剂里面 有很多关于处理疗剂处理疗剂 差不多有63只疗剂 有63只疗剂 但我跟大家介绍 选几种比较多用 明显一点 其中一种是Aluminum Alumina 我也有用在与自己临床经验 Alumina的病人是比较干真真的 大便是很难的 老人家有些情况是这样 差不多要拿手挖出来的 这是Alumina 主要症状 另外一种是Beretocard 碳酸胚 Beretocard 通常病人 老人痴呐到来 好像变回小孩的 很依赖你 行为说话的态度 好像整个小孩走回头 遇到这种情况 另外一种 我叫Hiazymes Hiazymes nigra 中文叫黑梁石 是否在读我都说不出 总之Hiazymes nigra 这个疗剂 通常我会用在很多人的患觉 病人有很多不同的患觉 另外一种是大麻 Cannabis sativa 所以很多时候 人们会用大麻 因为大麻真的有很多医疗的效果 虽然很多人对这方面的 认知比较偏面 不知道历史上 大麻有很多工业作用 可以製造石油 除了大麻绳之外 可以做纸张 因为大麻种得很容易种 但最重要 大麻本身大麻油是可以医很多病 包括癌症、Parkinson 好可惜 香港没有这方面的 形脂 人们当作一级毒物 但其实在医学上 大麻是一个很好的尿剂 另外就是Carsinosum Carsinosum是我们称为 癌症 癌素里面的做出的尿剂 通常背景可能有很多癌的背景 家里可能有很多这类的问题 糖尿病之类的 另外一个常用就是 Carsinosum是轮化甲 这是简单的保脑疗剂 还有就是Opium Opium有很多幻觉 感受、观感是歪曲得很厉害的 这个我比较少用 另外一种是Silica 这种比较直、比较幼小 还有Sulia 当然了 疗剂是很多 但我曾经所说的 是比较常用得到的 当然也看病人其他方面的症状 才能够配得到的 有一本同学疗法的 我常用的 我叫天书参考书 大家有英文阅读的能力 如果想有好的工具 可以帮到自己 参考书方面 其实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书 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健康地买 一个就是reparatory reparatory就是字典 每种病例 每个症状之下有什么疗剂 大家都拼拼起来 企图找到一个对的疗剂 我工作也是这样 只不过我们要不断读 不断读读 不断看书 彻底认识每个疗剂 当然另一个问题 要如何拿到这个资料 现在最困难是病人很多时候 不知道应该给你什么资料 自己也不是知道自己的症状是怎样的 我们很辛苦 很多时候 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花弃 是怎样由病人身上 挖取到我们有用的治疗 但是 大家 因为同学疗法很安全 大家如果有能力 想自己去用 其实是可以去尝试的 但当然遇到严重的 困难的问题 当然 需要一个非常有经验的 和疗法医生 才有机会帮到你们 谢谢袁医生 刚才袁医生介绍了 他自己临床上常用的 7-8只疗剂 本身的疗剂 是有另外的功效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 在我们的网台 另外一个节目 零丹妙样 你可以做疗剂 听回它的功效 比如刚才第一只 Alumia 因为如果那位病者 有脓退化症状 而出现的症状 就是 无论皮肤也好 各样 甚至大便 都很干 看上去也是 如果遇到一个 家庭成员 可能出现了身体有问题 都是这些症状 不一定是脓退化的 你可以 尝试用这种疗剂 只不过今天的题目 就是 集中在脓退化症方面 刚才也听过 如果真的不幸地 幻想了这个问题 不是本身自己的病患者 出现了那些 不适不舒服 或者去自己 而是 照顾者 家人 亦都要承担着很大的压力 承受 这些东西 所以 可以的时候 之前就是用一些 营养补充剂 我们不断 将我们补充 我们身体 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不要单靠 或者以为 只是 依赖西弱 可以 虚弱到病除 那么久 历史上 不见到有什么 西弱 可以达到 虚弱到病除 反而 很多时候 引起很多不同类型的 后遗症 副作用 出现了之后 更加难搞 所以 希望大家 听到这个节目之后 把资料分享出去 以及自己家中备有一些療剂 遇到问题的时候 可以立即 应用得到 才能达到我们的效果 希望大家有个健康快乐的人生 多谢袁先生今天和我们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与袁医生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刚才提过的療剂 或者其他营养补充剂 可以向我们录创意健康店查询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想重分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御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拜拜 多谢大家上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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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